這麼早來機場做甚麼 等我偶像 很緊張 我收到一封 他乘這班機來英國 不知道是否真的 這麼老才來追星 也有點尷尬 不過不要緊 他都出名人到心不老 我想他不介意 很想見到他一面 沒有偶像 在那裏 這邊是偶像 我送給你的 我送給你的 多謝 我是陳村粉 陳先生 不好意思今天不接受訪問 我是陳村粉 你不問我甚麼叫陳村粉 你突然改告不行 陳先生的粉絲叫陳村粉 原來是這樣的 謝謝你 我想問你去哪裏 今天是World Tour 做些事 跟我的駕輛粉絲開心一下 大家有緣見一面 不如我載你 載我去哪裏 你想去哪裏 我想去Orio 過來試車 這條荒山野嶺 試甚麼車呀 這條荒山野嶺 Volkswagen ID.3 我特地問朋友借來給你試的 我來World Tour嗎 World Tour World Tour是試車 這裏很冷的 很合理 有甚麼不合理 為甚麼要試車 試一部ID.3吧 香港沒得賣了 關我甚麼事 就是沒有得賣 所以我特地給你試 你知不知道福士集團的電動車 已經出到三四五六 就連巴士那部Bus也出賣了 聽說這裏賣得挺好 對呀 由2020年交第一部ID.3開始 已經賣了超過50萬部電動車 你一未試過 你在香港試過這麼多電動車 都沒有試過福士集團的車 持平嗎 不持平的嘛 那你又不合理 我試過福士電動車 E-Golf嘛 兩回事 ID家族簡直是福士Wagon的另一章 其實我們車前都經常見到很久 由2016年已經有ID concept car的出現 C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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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19年終於第一部 華會量產的車就是ID.3 推出這部新的車 這部品牌將會踏入電動車的新世代 所以設定了一部新車章 這部車是第一部使用這部新車章 對呀 真是不同的 簡約一點 VW兩次分開了 說一下這部車的定位 剛才你提到E-Golf 它也有說是E-GolfSegment的新電動車 看起來跟Golf差不多大小 不過前後overhand很短 軸距很長 沒錯 這也是這部車的底盤特色 就是長軸距 它的車身尺碼車闊是1.8米 車高大概1.5米 車長大概4.2米 軸距大約超過2.7米 這個尺寸車的車廂空間 都可以再闊落一點 待會再試試看 話說回來 雖然我沒有做功課 在英國乘車都發現了很多ID3 坦白說 這件事挺可愛的 尤其是頭燈的設計 整個連買泵把所有造型都像機械人一樣 很有趣的 這個燈會有一個Welcome的動作 就是你帶著車廂走過去 眼睛會動的 這些高達控 駕骨控都適合 但我覺得它的頭部其實很像Ironman 頭燈也很像 像嗎 會不會Q了一點 Q版的Ironman 有些人說Kona是像Ironman 我覺得這個更像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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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即是沒有做功課 搞清楚ID3 Pro版的意思是甚麼 就是性能版本 三個電池組合 最入門是45kWh 中間是58kWh 有一個大電版是77kWh 這個就是中間的版本 Pro也叫中間了嗎 對 那再上是甚麼 再上是叫Pro S 但中間的版本又有分兩個馬力輸出 有分Pro和Pro Performance Pro Performance是145kWh Pro Performance是204kWh 但你說Link Cap方面 有另一件事 其實歐洲的車款都是這樣玩的 不只是Foxy 例如Audi 它有分不同Line 即是有Family Line 有分甚麼Business 有分甚麼Style Line Live Line 不同的package和不同的套餐 這部就叫Family Pack 有包含不同的選擇 但標準是18吋Line 再升上去可以升上19吋或20吋 Line就算了 自己換吧 也挺搞笑的 寫著Pro的車 但用膠 這件事很分裂 是這樣的 沒有那麼多要求 不要說那麼多 上車看 沒試車之前 容許我問你英國充電問題 你覺得在英國充電方便嗎 我覺得始終比香港方便一點 始終地方大 充電站有多 雖然有很多不同的電力供應箱 但你用APP去搜尋DC快叉充電 也不是那麼困難 是繁忙時間 有時可能要等一會 都可以的 香港便麻煩一點 不過想在香港充電方面 也不是沒辦法的 容許給我少許時間介紹好東西給大家 賣廣告就賣廣告吧 這樣會令我難為情 說吧 有開心的事當然想分享給大家聽 香港電動車越來越普及 但充電配套越來越不足夠 每天都在這裡欠崩潰 香港的充電需求越來越大時 如果可以在家裡的車位安裝充電器 一定可以省很多時間和金錢 最重要是不用跟別人欠 鬼不知媽媽和妹妹都是女人嗎 哪有那麼容易裝 又不一定的 因為香港有些獲批總樓面面積 翻面的新建成私人屋苑 簡稱GFA樓 很大程度上已經有基礎的充電設施 也是的 加上近年隨著參與政府資助的 EV屋苑充電2資助計劃的屋苑 都逐步完工 車位安裝充電器就容易很多 不過就算鋪了電拉線 還要拿一塊錢來安裝充電器 很多車主都未必肯 所以就要介紹好東西給大家吧 Smart Charge最新推出的 月費租用充電器計劃 挺適合這類型的車主 月費低至280元 就不需要拿一塊錢出來買充電器 還要包含安裝費 售後 以及其他補藥 一站式完成了 幾百元一個月就完成了 那一定要合約吧 對呀 承諾期由18個月至60個月不等 承諾期越長 月費當然是越優惠了 聽你這樣說 即是不用自己拿一大筆錢出來 買一半不知何質素的充電器 對呀 那Smart Charge的月費租用充電器計劃 更會全面照顧用家所需 那怎樣照顧呢 車用充電器一補 就插進去充電了 要不要人照顧 蛤 你會不會太天真了 我天真 你知不知現在車位的電鍵可否轉裝充電器 不知呢 你知不知怎樣申請獨立電錶 又不知呢 你知不知中間要填甚麼方法 中間有甚麼手續 不知道 你知不知安裝一個車用的充電機 由選機安裝 保用等等 都會衍生很多安全性的問題 好像哪款充電機符合安全標準 你懂嗎 懂 怎樣安裝 怎樣拉線 安裝位置哪裏最安全 你懂嗎 都不懂 充電機又問題壞了 你懂不懂製造 當然不懂 還有還有 管業處對私人停車位安裝充電機 要求額外保障 你又知不知呢 當然不知了 那你又不用這麼沮喪 只要你選擇Smart Charge的月費租用充電機計劃 你通通都可以不懂 嗯 Smart Charge除了會提供免費的上門檢查 包括維修保養及各項保障等等的售後服務 更會有24小時支援服務 有專人接聽及跟進 既安全又沒有煩惱 嘩 你說得這麼吸引 我也想立刻光顧 現在打個電話上網按過劑就有人跟進了 詳情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我們內文就有連結了 試車再搞吧 陳先生 我先試 我先試 好痛 好痛 快點啦 開熱氣 掃掃手指 我也很多年沒來過英國 炸車 現在駕駛右軚的感覺很良好 你是不是上路啊 你一直在香港駛右軚車 不不不 因為我剛才駕駛左軚 你慢慢試試試 VW電動車的感覺如何 未有得買 也要了解其他品牌的電動車 究竟進化到甚麼地步 它的司機位前面 有一個小小的5吋的電子錶板 入球的波棍設計 都頗特別 頗新穎的 頗新穎的 在螢幕旁邊前後左右扭 要些時間適應 真是很不習慣 我又沒有 我一下就適應到 啥 畢竟都叫圖文並謀 其次中間有一個10吋的波功輪屏薄 輕觸式 說到輕觸式 這輛車的示範 最大的賣點 所有鍵都是輕觸式 全部都是輕觸式 它有兩種輕觸方法 中控台的輕觸樓是沒有感覺的 軚盤除了可以拉開之外 亦可以按下去 又有實體的感覺 比較有趣的地方 連高低燈都是輕觸式 最終所有鍵都是賣點 所有就是輕觸式 連車窗 摺鏡等等 但為何不能控制後窗呢 先生 這個也是ID.3的賣點 後窗要輕輕按個Gridia的鍵 那兩個鍵就會變成後車窗的兩個鍵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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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它有電動車 應該有科技感 但它是很有趣的 它的到後鏡的調校 它變成實體的小桿仔 對 有一個旋轉扭仔 基本上整輛車都沒有實體件 基本上 冷氣鍵 還有Mode鍵 都是在螢幕外面的 但變成輕觸式 還有Driving Assist 還有Menu 其餘大部份的控制都在螢幕內 但螢幕有少許車主的評論 有少許為人不夠病 這套Informative System 經常有很多小問題 傻傻地突然控制不到 或者你設定了這個Driver 然後它又會突然跳到另一個 這些我想都是更新問題 對 日後可以解決的 因為我自己作為駕駛者 第一 跳到ID3那裏 我初步評論給女士一問 第一 車仔細細 窗戶很大 第二 旁邊的三角窗戶很大 坐姿高 最重要是甚麼 它的中控台是非常非常非常之矮 女士完全不會覺得 在搶一輛綁車裝的感覺 有少許像小SUV的視野感覺 坐上來會簡單輕鬆很多 而且我很喜歡這麼冷的天氣 有熱帶盤和熱凳 現在很棒 年紀大 又容易肚餓 又怕冷 英國很冷 我都說是冷的 你說到類似陰物 我想另一個類似陰物就是 我也挺喜歡這個盤 中間的儲物格有兩個很大的杯架 杯架尺寸夠大 這裡有無線充電 無線充電設計也挺方便的 就這樣削進去便可以 有否可以移動前燈 想多了 沒有 前面又有幾個格 可以放一些卡片 這個也挺好 還有這個儲物格的盤子也很夠大 中間有一塊板子給你分層分格 有兩個Type-C頭 沒有USB頭 大家要先買定 我見很多人投訴車廂的感覺有點膠 你覺得膠不膠嗎 膠 但膠得來我又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我覺得有點惹態 它有兩個不同顏色 有層次 車門也有些暗紋 你看尺寸 看樣子也知道它不是銷售豪華 我覺得膠的 但膠得來不膠 我終於見到英國的車海很骯髒 連車牌都見不見 真是真事 出名的 我們這個版本有多少匹 這部是145匹 145匹 0至109點幾秒 差不多145匹 那些售貨員怎麼搞的 我覺得也像200匹 不 現在駕駕駛也像 因為電車扭力彈出去那時肯定快 但一彈出去 沒多久便會遮瑕 這個馬達呢 你說一下 馬達是後面的 我知道 這部車也明顯感覺到是後陸車 因為頭領得很快 不過較為適應的就是這部車的油門和駕駛 油門很敏感 碰一碰就有反應 我經常說的那一句 為甚麼呢 因為說我說很可愛 但駕駛碰碰碰就沒甚麼反應 頭那半吋一吋 你踩起來好像 為何這部車不停 這個要適應 至於你說車廂的寧靜度呢 現在我們是高速公路 寧靜度不錯 我正想說 是否以為我那輛車太好呢 喂 車仔來的 是 車價都不同 但電動車 我覺得隔音差一點 現在風聲大一點 對 隔音差一點 但底盤傳下來的噪音不太大 風聲是大了少許的 胎噪也不大 不過我聽聞 很多外地人士這部車 都對懸掛有點美 嘩 有太多了少許的動作 你可以說有些無謂的動作 現在在高速公路過一些路坡時 我感覺到這個感覺 因為它有少許搖 為何呢 電動車一定要用一些比較硬的避震 去承受車重 肯定都不是輕的 但奇怪地這部車重1.8噸 1.8噸 是 這也挺重的 所以它要硬之餘 又不想太干擾舒適 所以它用了比較長行程的避震 你變成 抵消這件事嗎 是 頭一陣子會產生了一些 不必要的搖晃 是真的 你一扭就挖進去 咦 它夠啞臥 但它也會側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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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迴旋半徑這部車很小 但剛才你有沒有留意我試了軚環 角度很大 現在車子是輕感的嗎 因為它方便你在很窄的位置 可以拿盡一些軚環 再加上它不是一部Sport Car 它的轉移規則不需要做到這麼輕臭 我覺得這件事是合理的 但不緊臭到會不會沒甚麼感覺呢 這些車子不說感覺 你想想 它本身也沒有Sport Mode 要去到Individual才能調校到 Steering 和ACC底盤反應 而且我現在都沒有Sport 要Sport Mode就不要駕駛電動車 不是的 有些品牌 精清駕駛Sport Mode 比駕駛電動車節省電動車 但這部車有沒有Peddle 有沒有控制的 沒有 沒有 有沒有Rejango 有沒有E-Peddle 沒有 沒有 甚麼程度都沒有 其實你應該試試駕駛電動車 有很多電動車都很智能 我哪有需要Aziz 我本身已經比任何Aziz 這句是否會侮辱了一點 難聽到粗口 我需要Aziz 接觸新科技 要與時兵盡 否則你進入老人院時 跟其他老人當然找不到 知道嗎 走快了 說不久了 到我試了甚麼 試甚麼 試車吧 當然是試甚麼 你剛才說的事對不對 我要質疑你 英國你慢慢試吧 這時候都會讓我駕駛了一會 你鎖地 趕快問你一會 這車不是我的 我先進手換位試車後座 好 試車後座給大家看 也要的 好 也要談談後座 我跟阿Jean實際試坐 空間就是典型的Golf後座 他們說比起Golf後座空間大一點 有多少呢 你仍未頂頭 也頂頭 不過有個很奇怪的問題 我現在坐得很高 下面是電池 有少許腳屈屈 所有電動車都是弊病 力屈是足夠的 但另一個問題是 椅背好直 直到90度 對 椅背是直了一點 但我自己覺得椅背包得不錯 承托感不錯 沒有冷的出風口 對 但有兩個Type-C充電頭 車仔也有杯架 雖然沒有染 還有一個洞 可以貫通 對 放在牆壁 但有另一個問題 你再回到中央手袖 我剛才發現了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中央手袖為何要這麼闊 令到現在更窄了 挺好浪手 挺好 不方便坐五個人 幸好頭頂是天幕 沒有那麼局促 這Family Pack是包含天幕的 但它的車窗也不算太窄 因為它始終不是Coupé的流線紙 沒有優幣恐懼 對 而且手枕設計也挺漂亮 和前座一樣 但這些質地都是很容易有手指紋的 但很多人投訴這些就交了一些 還未是福士集團的標準 而且這輛車有20%都是清潔物料 但我又有做功夫 ID3是最基本的車系 就是這樣 對 溫馨一點的地方有甚麼 前面有四個手袋可以幫你代電話 旁邊車門的杯架也挺闊落的 放得很大水 還可以的 嘩 槍很吵 為甚麼 我先測試我這邊 好像 嘩 嘩 嘩 我先測試我這邊 嘩 還是那麼吵 落呢 嘩 好像很打到來的感覺 不是 機械一樣 先說說底盤 知道甚麼底盤嗎 沒有做功課嗎 甚麼底盤 沒有做功課 香港沒有了也沒有做功課 甚麼EV 甚麼EV底盤 MEB 一個字也對 這個叫MEB底盤 就是福士集團為純電動車市場 全新研發的新底盤 這輛車更是第一輛用底盤的車 即是往後的ID系列都是基於這個底盤 賣點是車廂空間夠大 可以用盡所有車廂空間 尾箱好像不是非常大 多少升級 385L 還有我玩過 摺後排很差勁 它平不完 即是只有一格出來的 人坐也要狼狗 摺後排怎麼可能全都平了 不可能 對 你說得對 電門已經是地板電了 沒有了核電 它第一次一順即勢 對 你說它的頭彈目有沒有扭力 它是有的 電動車起動的感覺可以再爽快一點 而且持續性長一點 現在好像持續性 那便沒有了 你喜歡持續性嗎 它的感覺不夠持久 以小車來說 我覺得足夠足夠 要太多尾段的話 它又沒有駕駛 真的過了 但你只要踏深一點 它的駕駛都會有型 只不過你不知為何 頭段的行程 好像需要少許時間 才踏到那個位置 但一到那個位置 它又有型 但你剛才這樣說完之後 我發覺日本旋處側的彎 以車仔來計算 不應該傾側度是這麼大的 現在我撿給你看看 傾側度不應該是這麼大 它硬打行程牆 對 遷到左手就遷到右手 對 是車仔 而且你說得對 我覺得我自己坐得好像很高 那個廣闊度很舒服 那時的廣闊度很舒服 不像陳先生一樣 很喜歡劈套 這次的代步 我覺得駕駛上來是很舒服的 但我想問一下 這輛車在英國賣多少錢 這部就叫做舊版 因為剛剛2月的時候 已經出了Face Flip的新聞 未有車的 說會Face Flip 但如果現在去展示訂車 其實也要等一年兩年 依然要等一年兩年 對 新版要等一年兩年 舊版呢 舊版現貨 對 舊版現貨 對 被他收拾到舊版現貨 這部以3萬4磅計算 即是算是30萬港幣左右 3萬4磅 這部車 對呀 中電嘛 不是電力公司 是中階的電池 難怪一些人說英國買車很貴 真的很貴 因為有稅嘛 香港好像聽聞都很快沒有了 有2萬多磅的選擇 一入門那些 很多都被人搶了 剩下3萬多磅的選擇 都是入門價 選擇也挺多的 例如Kia Nero MG4 MG4 帶大電板 標誌 Renlock 都有很多電動車 選擇都是這個價位的 叫做第一次接觸RD家族 你自己有甚麼總結呢 如果比起E-Golf 的確是好很多的 始終都是順電底盤 我覺得這輛ID-3是一輛 很適合城市代步輕鬆駕駛的電動小車 挺有趣的 現在看著你的腳 原來比喻的是Play 鍵 就是駕駛的駕駛 對 有一個圖案 設計上也有心思 但我覺得以福士集團這麼大家族 這麼厲害的資金背後 可以再把這輛車升級 我覺得還有許多細細細的東西 我們剛剛有許多批評的東西 應該會更改善 譬如靜音 知識系統 可以更好 例如輕觸飾制方面 實不相瞞 我們現在的音響系統已經輕了 是 有進步空間 但以這個價錢 我覺得相比起其他品牌的電動車 它有它的優勢 例如你現在感覺上來 雖然有少許余房 但底盤也是紮實 駕駛上來你也會有信心 你說軚感就沒甚麼了 中規中矩不算很輕飄飄 但路感就真的沒有去分 但輕輕鬆鬆 希望大家喜歡我親身來英國 和阿 Jin測試的ID3試車片 滿足大家的要求 我經常沒有人罵它很久了 對 我被它罵了大半天很爽 神經病 被它這樣領辱我後 好像扔完骨 很棒 我不說髒話 你誤會我 大家支持我的 記得在留言上 大家相信我的 記得給它心心 好了 我們再有其他影片 密切留意英國特輯 好 拜拜 好 拜拜 你剛才教了你的說話 其實我很XX 很久沒有被人XX 公司沒人選XX XX 你真是猶豫XX 你這樣說一下這輛車 你會否一起說這輛車 那你問我 總之你問我 你記不記得我 我沒有做功課 對 輕輕介紹一下 怎樣 你是不是老點我 我旁邊的人說 帶我到處觀光一下 有甚麼看的 我需要開車吧 這輛車也是真心養水 大家認不認同呢 你看看 白色更恐怖 大家不要照顧